大家看到我身處的地方 已經知道我來到大帽山 因為我比較少去的地方 連身邊的閃電車 看到我便馬上不停叫 為何我會少來呢 試完因為我好友的頻道 Ed敏興最喜歡來這裡試車 他經常跟我說 你有沒有讓我看見你 這裡不是你試車的場地 說笑而已 因為這輛車 我們試的時候 Ed敏興沒有來到大帽山試 今天我終於入子申請成功 來到大帽山 測試甚麼車 就是這輛Honda ZR-V 沒錯 這輛從來未在香港出現過的 本田新車ZR-V Samantha告訴大家 到底它是甚麼東西 我相信眼裡的車迷們 應該都覺得它有點像HR-V 你有沒有看錯 先說一點歷史 以前Vessel和HR-V 只是不同國家不同叫法 即是同一輛車 但之後它們就分家了 HR-V其實是一個全新車系 變大了變成一輛中型的SUV 有一些國家就叫HR-V 而來到香港和日本就叫ZR-V 大家明白嗎 我真的不明白 簡單來說是甚麼呢 ZR-V就是介乎香港有售的CR-V 和Vessel中間的全新車型 Honda的命名方法 是令人不是那麼簡單 一看到便知道它是甚麼車 即是這輛叫ZR-V 以前也有一個叫CR-Z 但其實沒有關係 不要管那麼多了 總之我們先看看今天這輛ZR-V吧 先交代一些資料吧 香港賣的ZR-V只有一個版本 就是混能版本 大家聽到混能SUV 自然會想起它不是Corolla Cross的對手 但其實在尺寸上 這輛車比Corolla Cross大一點 所以正確應該是跟Watt4比才對的 我先交代一輛車的尺寸 它長度是4.57米 闊度是1.84米 高度是1.62米 那你說是否真的跟Watt4比較近 也是的 而且你明顯看到這輛車的車高 是特別偏矮的 而離地距亦是特別偏矮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輛車用的是11代CV的底盤 而這個底盤亦引辱出 我在日本試過的FL5 Type R 待會上車試試 會否找到你那輛FL5的感覺 但外形很有感覺 大家看到ZR-V的外形是否很有感覺 我個人是很有感覺 因為第一眼看到這輛車 完全沒有現行Honda設計語言 你看不到有一輛車跟它相似的 頭燈的擺位 鬼面罩的設計 這些矽間 你會嘩一聲 你不看到這輛車 你真的第一眼不會知道它是Honda 我自己覺得它這次偏向了歐美的設計 有一點像馬沙 有一點像福特 有一點像S Martin 還有一點像鯉魚嘴 我自己看到這個鬼面罩 我覺得就像Toy Story中的索黑天王 主要我公司有同事就有不同的看法 是甚麼呢 波爾波爾波爾 如意笑寶貝 這個一定要走音 行了 不要 我們去看車尾吧 在深藍大海裡 腰擺著尾巴 這輛車的線條其實沒有甚麼好說 但這份東西大家是否覺得 熟臉 好像波子麥坎 我真的很喜歡看C柱 很像歐洲車的味道 還有雙出尾喉 是真的 還有電動邊 這輛車是以豪華SUV做定位的 所以腳踢尾門當然不少 我們測試過百發百中 車內也可以 車外也可以 鎖匙也可以 沒錯 這輛車也是中型的SUV 所以空間也不小 還未反椅前有370L 反椅後有1297L 如果這樣看 我想一個中型和大型的行李箱 都可以放得下 它的地台底還有一些儲物空間 都可以放到一些東西 後座作4、6分角 不過它沒有手抽 真的要反椅就要辛苦一點 這個有少少美中不足的地方 我有一件事要說 它的設計也頗細心 就是這塊板拿起來之後 它是自己可以站在這裏 不用經常托著 第二件事 這一塊都可以整塊拿出來放在這裏 如果你不想用的時候 起碼有做到空間給你收納 我想收納到車廂內 因為很熱 我還看到這部車有些細心位 就是這個座墊有個連動裝置 當你拉低座椅的時候 這個座椅會輕輕向前和沉低 令整個車廂翻了座椅後 便變成平地台了 先說一下後座空間吧 既然是在說後座 好了 坐到進來後座 第一個感覺就是 它的離地距真是比同級的SUV低 上下就比較方便 對 兼且它做到一個平地台 就算坐中間也不會太辛苦 我又坐過 中間比較硬 但如果我們坐在兩邊 我發覺挺好坐的 對 很舒適 雖然是不能給你調校的角度 但它本身設定了角度 已經是很舒適的 坐下去就會有一種很放鬆的感覺 空間上我不敢說它非常闊 但腳位是夠的 斜度很好 頭頂有少許壓迫 但整體來說是坐得舒適的 即使你高一點 它還可以給你攝著腳 我的腳就太大 好像緊緊攝到 但也是舒適的 而且你看到門壁位 也不是有一塊膠 感覺是高級的 設備上有甚麼設備呢 後座有冷氣出風口 很緊要 夏天 但不能調校溫度 只是On Off 和Doggle 但也有雙出的 雙出 雙出 有Type-C插頭 手中有杯架 雜誌袋 香港人很期望的天窗 是沒有的 因為很多年前我在Honda的車廠 工程師已經說過 我們做過很多蚊卷調查 發現天窗是不受歡迎 而且天窗很重 會影響過操控 所以我們是不會有天窗的 等於你在印度買一輛本土生產的車 就不會有發熱帶 不會有電亂椅 所以它雖然沒有天窗 暗一點點 我又給你一個閱讀燈 但為何這個閱讀燈沒有開關 對 因為一觸碰就會關鍵 我最喜歡的東西 觸碰一觸碰有反應 前面還有反應 先去前面看看 前座非常有感覺 因為我記得我在東京駕駛過Ciric Type R FL5 它的中控台就是這樣了 最搶眼就是風潮狀的冷氣出風口 不過我覺得這個設計也很類似 而我自己特別喜歡就是它中控的按鈕 它不僅是摸起來有質感 當你擋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踢踢聲 你會覺得是很有質感的 至於這個軚盤 我對過了 它簡直是Type R的軚盤 差一點顏色線不同 沒有了一些顏色的Trim Ring 黑磁感是非常之好的 有些人都說除了坐姿 有點像房車的感覺 它連硬件上都很有CIVX 11代 其實都一樣是那個設計 對 你坐上去 你除了看上去 你覺得頭蓋有一點高之外 整個Driving Position 是一架房車 這張椅子是挺包身 挺好坐的 香港全部都是被籠的 車身有很多顏色選擇 但籠子只有黑色 但不要緊 這是大陸的顏色 遺憾地沒有Head-up Display 但這個螢幕是原裝的 9吋不是很大 對 但例如我們現在看 刀後鏡及360鏡頭 很清晰 美俗 按一下行車時 都可以監察到狀況 我眼前亦是一個全Digital的標板 可以切換很多不同的模式 整體來說設備是多的 氛圍亦給予高級車的感覺 我最喜歡的是懸浮式的波箱槽 按掣式已經挺新穎 很容易用 按掣也是 懸浮式 看起來很漂亮 這些皮革包到上去 滿壁都有 挺漂亮的 對 它全部都是軟膠質地之外 就算有些硬一點的位置 它也有質感 好像我們的女生手袋 像荔枝紋般般 摸上去 只差一點點 我就覺得擺東西空間不太多 你對著我說荔枝紋 我就會想起另一件事 男人明白我說甚麼 發現一些細心的地方 就是這個手飾箱有油壓的 我不是一偷來 撞出來 挺好 挺好 高級 還有甚麼設備呢 我這張椅子和Samanfa這張椅子 都是有電動調教的 我就是有記憶座 不過沒有發現 亦沒有透風 還有Auto Hold 還有電子手掣 整體來說 你要有的東西都有 12屋都有 充電及Type-C前面都有 還有無線充電 無線充電 對應無線Hat-Po CarPlay 這件事非常重要 整個輕觸面板都是觸控器 操控器也挺容易 你一看下去便會知道怎樣使用 整體來說 整個車給你的感覺是高級車 我又不能說氣派 但起碼不是廉價 中級以上的感覺 因為車價也不便宜 接近40萬 我們說漏了一件事 這部車是配有全車12個BOSE音響 我剛才試過 低音未有保證 但大家記住有一個BOSE Center Point的設定 你一按下它 你會發現音場會凝聚得好一點 我覺得有點像環匯立體聲的感覺 長開了 這部很漂亮的系統 但更漂亮的是甚麼呢 就是這部車的機器 身為一副非常省有的2公升Hydro機器 跟Stackwagon有少許不同的 我待會再交代 我們今天來到大帽山 我拿了許可證 我負責看一輛CVic底盤變成SUV 頭輪車在山路上會有甚麼表現 你呢 我便試舒適性 好了 來到大帽山的山路了 我看看規格 這部車是CVic底盤 Honda Architecture 前行麥花申後行多年桿 頭輪車 看看它的車輛 18吋行225胎 是一些很寧靜 舒適取向的車輛 我自己事前懷疑這部車輛 可以嗎 可以嗎 來到大帽山 咦 有驚喜呀 這部車第一樣給我的感覺是甚麼呢 就是它的駕駛重心 真的明顯低 不像一般SUV 像房車 至於它的引擎 大家眨眼看 它就跟Stackwagon用的2公升Hydro機器 是一模一樣的 但其實是有少許不同的 兩者的分別是甚麼呢 就是這部車用的引擎是直噴的 而Stackwagon不是直噴機器的 我先交代一下車的動力 這部車沒有綜合馬力 引擎馬力是143匹 扭力是186Nm 雖然馬力是184匹 但扭力是315Nm 跟Stackwagon比是有少許不同的 馬力小了少許 扭力較大 而馬達的馬力跟扭力是一樣的 我先交代油耗數字吧 相信大家都很關心 官方說26.9kmh per litre 而油缸則57L 這個數字都頗驚人 我們純粹計算數字 即是打爆一缸油 這部車可以走過千公里 可不可以呢 我們今天就不測試了 希望將來找個好日子再測試 至於這部車又有引擎 又有電池 又有馬達 你以為它很笨重 但原來不是 看數字是1600公斤也不夠 也挺輕的 如果車輕 你覺得駕駛的感覺又如何呢 當初我沒有甚麼期望 但有點猜不到 這個猜不到是甚麼呢 就是它作為一輛SUV 頭陸好像跟性能完全沒有關係 但猜不到在大帽山組裝 這種組裝是甚麼感覺的組裝 當然它不是非常高速的組裝 但始終這套運能系統 到了最高負荷時 全部都交給馬達做事 馬達的好處是扭力 令到這部車起為快 它很多時都是限電 所以它給扭力很大 所以我發覺你扭起來時 你會覺得這套運動力很大 對 而且它有兩塊撥片 這兩塊撥片不是用來轉波 而是用來調校V-gen 它有四級的調校 在調校最強時 落斜時就有一種拖斜的感覺 它就會在這裡回收電源 那你不用哪裏更加鞋子 因為鞋子都是相優的 是的 鞋子也都是走得更換 整個車的感覺 在力度上我喜歡 另一個感覺就是 整個懸掛與車架的設定 我頗為欣賞 第一是它的避震在山路上 出奇地 夠撐 夠撐 身體路很輕微 而作為頭輪車 另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不會感覺到 頭頭像拖著尾 拖著一拋東西 很重的負淚 你跟著我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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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的 頭輪和尾輪 縱使它們沒有動力的聯繫 但它們彼此之間是有溝通的 後輪有趣的地方就是 頭輪工作時 後輪都會互相配合 做一些相應的幾何 幫車進彎和出彎 而我坐在你隔壁的副架位時 我挺喜歡一件事 就是車輪的坐墊 承托力很好 雖然不是統一 但也夠撐 這車的軚感 近年Honda做軚感幾好 它也是電軚 但它的重量比是適中 以這個重量比適中之餘 對轉向的比例 準繩度 溝通感 當然我不會說它是跑車或Hot Hatch那麼膩 但起碼有感覺 不是輕飄飄 我挺喜歡的 真的 這輛車我現在用了一條舒適取向的軚感 在大墓山它會響起不停 但你完全不需要理會它 你隨它響起 這輛車仍然能保持充足的Grip 當你扭軚轉彎時 你也會覺得很有信心 對 這是驚奇的 少有在這個Cat的SUV中 竟然有駕駛感 Honda是很追求操控性的 即使去到家用的SUV 駕駛感它們都是不忘的 這件事頗驚嘆 你用一輛家庭SUV來到大墓山作 月級挑戰 它會給予一個頗高的分數 這輛車真的給予你一種 不快但在彎路的薄煞感 本田的熱血魂是有的 如果你是追求SUV也要有駕駛感 這輛車是不錯的選擇 它有三個行車模式 Normal Sport和Eco 用Sport的話 油門的反應 的確會敏感一點 你現在劈山就真的要用Sport Normal 好像欠缺少許 這輛車真的很聽話 很靈活 很靈活 真是很靈活 它已經超出了家庭SUV的定位 你看身體表現很少 這輛車真的能撐住 其實這輛車的路應該是很適合的 平時駕駛車的話 但在這輛車上 坦白說 我覺得 有沒有去到魚里平地那麼誇張 但我會感覺到路感 但又不會覺得很適合 這輛車控制前後平衡 以及左右經濟控制得不錯 這輛車是原裝避震 不可調色的 我真的有驚喜 你稱讚這輛車也挺不錯 有沒有甚麼不滿的地方 又不是不滿的 如果它的力量更大一點 我會更開心 以SQV來說這輛車極限很高 這輛車真的能組裝 我還說了一點點 這輛車有很多主被動安全設定 這些就是City Driving時用 我們逃離大帽山回到市區 我捨不得的 挺好玩 挺好玩 能組裝的 由大帽山回到市區 公路測試 市區應用的舒適性 就交給SAMANFA負責 但在我測試之前 剛才我們的Photo說 你扔得很狠 有嗎 剛才它駕駛得很快 響了輪胎 又說是家庭車 SAMANFA在駕駛之際 我作為前座乘客 先說說我的感受 這輛ZRV是靜的 沒有甚麼風聲 整個車廂的靜音管理 是挺不錯的 沒錯 剛才我坐在車上 他們在外面聊天 其實是完全聽不到 外面有人在說話 一路走車的時候 其實不是很聽到 旁邊有些車經 很吵吵的聲音 但當然它的寧靜度 不會以名的感覺 不會 但坐在車廂上很舒服 你是偶爾聽到 有少許行車聲 這個行車聲不是來自機器 因為它大部份時間 都會走電 是會稍稍在車輛行車時 有少許噪音湧入車廂 但其實是很輕微 一點都不認中 因為有時候太靜 你會覺得沒有路感 對 車廂很好死 但這個感覺是頗好 頗適中 而來到公路 我覺得這條避震更加突顯到 它的過濾 將路面燙貼的能力 整個車是更平穩的 對 剛才過的路駁位 其實我真的不太覺得 是有少許覺得輕微粒粒感 但你不會覺得很抖 其實駕駛起來 雖然它是一輛日本車 是日本製造的日本版 但是歐洲的味道 對 沒錯 你講完這個之後 我想講一下坐姿 你知道很多女士都很喜歡 駕駛椅很高 駕駛SUV 就是看到車頭 這個我幫大家實測過了 其實它是真的可以做到房車之餘 亦都做到SUV的姿勢感覺給你 所以就算女士喜歡看到車頭 都完全沒有問題 還有我喜歡前面看到兩條骨線 是嗎 我覺得前面有些肌肉感 即是有些引領的大度 對 帶著你看到車頭的動態 對 我覺得這頗不錯 我都試過三個Mode 如果以我這個休閒舒適來駕駛 我喜歡Normal的感覺 即是輕輕鬆鬆滋滋滋油油的樣子 我喜歡 還有我想說一下它的撥片 當我在市區走路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撥片也挺好玩的 慢慢較大的VGen 它也挺線性的 它不會有那種很滑的感覺 但它不會完全停定 對 這個要小心 對 它不會完全停定 但給我的感覺是很舒適 而且是挺方便易用 還有我想說它的撥片質感挺好 即是有時候你會用一些車撥片 會噓噓噓噓的聲音 但它沒有的 它是很實在給你 又不會有些… 但我喜歡 我不喜歡 知道是機械的溝通快感 我知道它很寧靜 男女看車會有少許不同 至於它的運能模式 其實跟我們之前試過的Statwagen 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引擎改成直筆 踏下去的確比Statwagen 好像扭力飽滿一點 而且爽快一點 這是不肯定的 第一 車重有很大分別 這輛1600公斤不到 負重會少很多 但我們想說的是 這個運能其實是不能作任何調校的 你只相信電腦 電腦告訴你 它應該用甚麼工作模式 它便會用 例如你走到Highway的時候 那個是最低負荷的 那引擎便會流動 去到上山 塞車的時候 它大部份都用電 所以它可以做到一個非常恐怖的油耗 我們現在大熱天使開冷氣 再關車 再開車 現在正在顯示 大概是7.100公里 據問5.100公里是非常容易做得到的 總括來說 我自己覺得這輛車的舒適取向 一定滿足到大部份乘客 是後座的Headroom差一點 但整輛車的駕駛感和車廂氣氛一樣 都是給你高級的感覺 懸掛的感覺很細緻 很多電動車都在賣這些價錢 但更便宜 對 但你剛才想到深一層 你也要考慮 那麼電動車都要你家裡有充電 才可以 這也是你沒有充電的時候 你又很想每公里的洗費很低 混能就是一個不然之選 這輛車我都想說 在日本在去年9月推出 廠方期望一年賣3萬8千車 誰知賣了7個月 已接到3萬張額打 也證明了銷量反映一切 你又你罵我又我賣 認識的人自然知道是甚麼 不過有這樣說 其實剛才駕駛的時候 也有一點心心眼 因為我覺得這輛車都頗為駕駛落差 現在經常說要汽油車就是有駕駛樂趣 這輛車真的又能給予你空間 又不失駕駛樂趣 即是輕 低重心 油態感 底盤傳遞 忠實 這些電動車我很少可以放在這輛車上 你不要小看它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 你駕駛FL5大致都是這樣的感覺 底盤的感覺就是這樣 它懷念FL5的感覺 駕駛這輛車有 所以我會說這輛車是給你對駕駛有要求的人去選擇 今天這條影片到這裏差不多了 這輛車高度讚揚的 你不需要相信我 不需要相信 Samantha 你覺得這輛車有沒有搞錯 有沒有那麼好駕駛 讓你駕駛出來試試 真的要試一試 我覺得比我預期中是有驚喜的 竟然可以組裝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 多點按分享 多點按like 和多點朋友分享 你們每一個訂閱 每一個like 對於我來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條影片到此為止 下次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